嗨,大家好,我終於回來了 上個月放暑假,出國玩的山都非常爽快 那回歸的第一集,一定要先把這個主題帶給大家 因為那天有個網友就提出我說 欸,夏天快要破了,這集怎麼都還沒有出來 大家不要緊張,就是全部都在這集 就是今天 如果你夏天很常穿像這樣子的削肩背心 或是很喜歡穿那種露背的洋裝 或是側邊開比較大的 你不知道怎麼穿 你的內衣怎麼選,你的內褲怎麼選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困擾的話 這集麻煩你一定要存起來 然後反覆拿它出來看個好幾次好不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就是我的夏日內褲秘密 第一個法寶就是平口內衣 大家可以看到我很喜歡穿上這樣子的 削肩的上衣 而且大家看一下側邊這邊都拉得非常的高 夏天偏好的穿著就是像上身是這樣 下半身就替換裙子、褲子、短褲、牛仔褲等等的 那我發現的這個牌子 我去年在這一集購物分享沒有其實就有拍過 我循循秘密試穿過各大品牌比較過後 我終於找到一個就是我命定我這輩子 我只要還有穿肖肩背身的一天 我就絕對就是要穿著它的這個品牌是 這個義大利品牌呢在台灣還沒有進櫃 就是我非常很期待就是有人可以把它帶進台灣來 就是造福到萬千少女這樣子 這次呢在巴黎呢也是去他們的櫃上度過了非常多件 我自己個人呢最常穿的顏色就是這兩個顏色 膚色跟黑色 我想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它好穿的地方呢 大家黑色可能看的比較清楚 有沒有看到就是它在它的後面背扣的這個地方 跟它胸前前面下尾這個地方呢 其實都有這個腳條 我覺得大部分女生在穿這一類內衣的時候困擾 就是它很容易跑位 那引進的這個背膠呢我覺得它在它的穩固 跟穩定度上面呢真的非常的出色 並不是說它完全不會跑位 在非常非常大的動作的時候呢 還是會跑掉一點點是需要調整一下下的 但如果基本上像你平常只是出去 就是在行走或什麼等等的 它並不會因為你流汗而跑掉 第二個呢是顏色的選擇性非常非常多 之前其實有提過蠻多次的 大家夏天穿白色衣服的機率非常的高 那裡面呢唯一呢 你要完全隱形不被看見呢 其實就是選膚色 那因為每個人的膚色其實都不一樣 像如果是我的話 我穿這個顏色是絕對會最隱形 那可能你比今天是比較白 皮膚比較白的人 穿到這一色其實都可以 你可以去挑選最接近你膚色的地方 那你穿在白色內裡的話 其實隱形度就是幾乎就是完美 完全看不出你的內裡的顏色 選到對的內着呢比較可以完美的呈現 你的衣服應該有的特色 不會因為你穿了一個大紅的內衣啊等等而失焦 第三點就是我覺得它的高度其實做得非常的好 他們的官網上面呢其實像我買的這個是 後面是三扣的 但是呢 它的旁邊呢這邊相對是比較窄的 它在像穿這一種衣服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可以完美的就是不會露出來 就不管是上面跟下面 它們的這個杯墊呢其實就是有做了一個 push up的效果 就是下後上薄的 比較小胸的女孩像我呢 就是也可以有一點點的 集中脫高的那一種效果 那選馬上面呢大家注意的點就是呢 剛剛有展現它的背膠給大家看嘛 因為它有背膠 請大家在選尺寸的時候 不要選過小的 我覺得大家會覺得想說 欸小一點點是不是可以更集中 這件呢請你千萬不要 如果你選太緊的話 它是會勒住你的肉 然後你穿一整天下 你有可能會 就是你的皮膚這邊會破皮的 因為它這個背膠是要去 抓住你的皮膚 只要剛剛好就好 如果你太緊的話 其實把它往內勒 你會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大家在選這件的時候 請選你平常的尺寸就好 千萬不要帶小的 品口內衣介紹完後呢 就是要進入下一個new bra 很多女孩都不知道怎麼選 然後不知道怎麼穿的 就大家如果你真的 不會穿 然後沒有穿過 真的非常推薦 你就是直接去買 覺得是好夥 那我自己去年呢 有跟他們合作過 打團購 然後在合作之前呢 我自己其實就有去他們的專櫃 購買過他們的矽膠款 然後那時候就是其實也上網 爬了很多文 大家都說是新密推薦啊 如果你結婚 他其實一定都會用到他們的矽膠款 什麼的 然後直到廠商來接洽的時候 就是一口答應 他們一定要就是 把這個好東西推廣給大家知道 他們後來出了一款呢 我覺得非常非常小胸友善的 就是這一副 SIMLESS PUSH UP BRA 我覺得這一款呢 比矽膠款的穿起來支撐力更好一點點 跟他的胸型穿起來的側面看起來也會比較好看 因為他這個杯狀呢 他其實就是已經是一體成型的 那他已經有一定的形狀在 那其實你只要年對的話 其實胸型就會非常的好看 那他這一款非常小胸友善 就是因為他有PUSH UP的效果嘛 他就是比較下後上薄的一個設計這樣子 那時候就其實有連這個 NEW BRA的這個專門的洗接液呢 就是也一起戴 那你每次穿完之後就稍微清洗過 讓他硬乾後呢 再收在那個盒子裡面 他就可以其實跑出了非常的久 我建議呢 尺碼你可以往下戴 比如如果是C的話 你就可以戴B的 那B的話你就可以戴A這樣子 那他的集中效果其實會更好 這幾張照片 全部都是穿絕飾好過的NEW BRA 我會這麼推這款呢 就是真的 像我台灣夏天天氣真的無敵的熱 然後你一出去其實就是大爆汗了 那你在大爆汗的狀況下 如果他的黏性不佳的話呢 你就直接他就掉下來給你看 但我沒有因為穿過這款 而在外面掉下來過 我真的覺得 極推超推 他真的太厲害了 然後進入到最後一樣 我覺得也是最多女生 都會忽略的一塊 你就在路上 你就走到一個漂漂亮的女生後面 就看到他穿了一個很美的緊身洋裝 然後呢 你就往下 你看到屁股那兩條線 我就覺得 你可以把那件衣服穿得更好看的 就是可惜了可惜 你就真的差那麼一點點 這個法馬呢 大家一定都知道 就是 丁字褲 我覺得台灣女生 可能不太常習慣穿丁字褲 我自己平常 我沒什麼時候 我也不會繼續穿它 就是穿一般牛仔褲 我也是穿一般的內褲 但是呢 只要呢 穿到就是貼身會露的 像是你穿那種運動褲啊 或是緊身的洋裝啊 貼身的就是下着啊 我一定一定會換上丁字褲 就是不要讓屁股那兩條線就露出來好不好 我要推薦的品牌其實也是跟 我的蘋果那一的品牌是一樣的 就是跟 Tim Simi 丁字褲呢 我其實自己也穿過非常非常多的品牌 好穿的品牌很多 很隱形的品牌 我只推薦它 因為它真的超隱形 他們這一系列的這個頂字褲啊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做得非常非常的薄 然後非常非常的彈 第一呢 它薄的話 它的服貼度就很夠 然後呢 它基本上 它唯一的根筋呢 其實就是在旁邊這邊 就是它的接縫處的這裡 你在穿上去的時候 你的屁股下面 就是不會有兩條線 然後呢 基本上就是順下來這個幅度 它上面這個邊緣的地方 其實就是也都看不太到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試過什麼 叫做舒服的頂字褲的話 大家就是可以試試看 你Tim Simi 那他們家的另外這一款 是免質的 我穿過之後 我也覺得非常非常推 那這一款的隱形程度呢 就是比剛剛的稍微差一點 就是因為它的 呃 邊邊這邊它是有封線的 服貼度的話 其實沒有剛剛那一款那麼好 但這一款免質的呢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穿的 就是大家也可以來試試看 這邊也要做個小小的對比給大家看 就是這一件洋裝 穿上 比Tim Simi家的這個無痕的內褲 跟一般的內褲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差有多少 就是你明明可以把一件衣服穿得很有質感 很漂亮 那你為什麼 要讓一件內褲毀了它 那再短短的一集呢 就是把我的夏日三樣內褲 把我衣服都送給大家 然後幫慶男享受 那希望大家就是夏天的時候 可以把那些小洋裝啊 大露背的洋裝啊 什麼都可以穿得非常漂亮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按下喜歡 那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